抠复杂背景泡泡 简单 那么今天发现了一张这样的泡泡图片 我就想着直接把 抠这种泡泡的方法教给大家 那么很简单 我们首先直接选择椭圆选框工具 因为这个气泡它的圆形比较正规 如果是那种非圆形的泡泡 大家可以用钢笔工具勾勒出它的轮廓 按住Shave键画出一个正圆形 然后呢按住空格键来移动它的选区 然后做出我们泡泡的准确的选区 好大概这样 好做好之后呢 Ctrl加J把它复制出来 那这时候隐藏掉我们的背景涂层 我们给它添加一个纯色的涂层 方便大家来观看效果 好那这时候呢 我们选择我们的G泡图层 Ctrl Alt加2掉去它画面的高光部分 Ctrl加J给它复制出来 那这时候隐藏泡泡的涂层 保留我们的高光涂层 Ctrl Shift加U 给它执行一个去色 好那这时候一个亮的泡泡就产生了 但是呢 因为这上面会涉及到很多人的倒影 说一页倒影 我们选择橡皮擦工具 然后呢选择一个揉边缘的橡皮擦 模式选择画笔 调整一下画笔的大小 把我们不需要的这部分杂质 全部都给它擦除掉 你可以把它的流量适当地降低一点 大概50%左右 注意保留它的高光部分 这样才能凸显出气泡的层次感 好大概这样了 来对比一下 这是之前的 这是之后的 搞定了 你学会了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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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